大家很難想像 標籤的力量有多大 這個部分讓我都瞠目結舌 沒有想到小小的一個標籤 它的力量竟然如此巨大 我要講的是什麼呢 大家當然知道 就是BNT的標籤了 過去好長一段時間 我們台灣苦於沒有疫苗 當時已經很多 寶貴人民的消失 我們一劑都沒有 到此刻為止呢 我們看到感謝日本 感謝美國 在他們的捐贈之下 台灣開始有幾十萬 上百萬的疫苗 累計到現在 大概七八百萬劑左右 那麼台灣自購的 來還是一點點而已 台灣政府的採購能力 確實是不佳 確實是有點問題 但其中BNT疫苗這個部分 是台灣目前為止最糾結的 在這個糾結當中 我最近看到一篇評論文章 我覺得也很有意思 現在台灣的疫苗 似乎也已經蒙上了顏色 有沒有發現 感覺上高端 廉雅 當然毫無疑問的 綠色的疫苗 甚至AZ 因為大部分是日本送的 日本跟民進黨友好 好像也是綠色疫苗的成員之一 那麼莫德納疫苗 奇怪變成藍色疫苗 這個很奇怪 莫德納是美國的 是美國送的 照理說民進黨也跟美國人很好 莫德納為什麼會變成藍色疫苗呢 這主要就是拜台灣一位 資深媒體人周玉寇之四 當天因為台灣搞了個大烏龍 主要是台灣選莫德納的人比較多 但是民進黨搞錯了 弄了個大烏龍 他們以為選AZ的人比較多 所以就大內宣很棒棒啊 你看看好多年輕人 都選AZ做了正確的選擇 所以這位資深媒體人 就下了一個註解 他說選AZ叫做哈日反藍 反藍 那麼這一講就把莫德納 打到了藍營的陣營 很有趣 所以我們看到台灣 現在疫苗有藍有綠 那麼BNT是什麼顏色呢 BNT現在變紅色 所以很特別 我們看到這個BNT 是美國跟德國 共同研發的 當然上海復興有投資 也參與了研發 那麼這整個過程呢 很多台灣民眾 最近特別搭飛機 不惜血本到美國 就是為了打BNT疫苗 因為這是美國總統打的疫苗 大家覺得美國總統打的疫苗 應該是特別好啊 當然專家的說法呢 三種疫苗各有優劣 我們不用特別迷信哪個廠牌 有疫苗打就對了 但是BNT疫苗呢 它的糾結就是從這裡開始 本來上個禮拜 介大使已經跟大家 講得很清楚那一段嘛 就是台灣的前行政部門的 最高負責人林全 他在下台之後呢 本來就當了一個 生技公司的董事長 他要牽線去買這個BNT疫苗 已經談好了三千萬劑 後來沒想到呢 雖然他曾經當過 蔡英文底下的一把手 但是連他都碰壁 我們的現任的政府告訴他 不需要不用那麼多 兩百萬劑就好 誰跟你買兩百萬劑啊 這個世界 兩百萬劑這個廠 不會賣給你的嗎 量能太少 那麼現在好不容易 繞了一圈 現在台灣有兩個企業 一個是台積電 另外一個呢 就是大家所熟知的 鴻海永林基金會 他們在中國大陸 我們知道都有設廠 這個規模都不小 那麼這兩家企業的協助之下呢 現在終於簽約了 好 問題來了 我們現在就糾結在標籤 這個BNT簽約了 是不是馬上就可以來啊 上海復興應該是有獻貨的 為什麼呢 因為新加坡最近就很聰明嘛 新加坡現在第一劑打完了 要打第二劑了 那第二劑希望快一點來 能夠接上 所以新加坡就毫不猶豫的 去接收了上海復必泰的 這批疫苗 復興代理的復必泰疫苗 這個新加坡的衛生部 還特別出來講啊 他說復必泰跟輝瑞 都是歐洲製造 直送台灣 唯一的不同就是標籤 另外呢 香港的復必泰 也是由德國工廠製作 那麼新加坡到現在為止 將近一半的人口已經完成了兩劑 所以你看到 新加坡這個國家就是小而美 它非常非常的靈活跟務實 標籤很重要嗎 標籤不重要 最快的速度 讓我的民眾打得到啊 那我們台灣 我還是要請介大使來談一下 為什麼標籤的力量會這麼大 為什麼一個復必泰 三個字的一個標籤 能夠讓我們的民進黨政府 怕成這樣 他們在恐懼些什麼 本來防疫是無國界的 它是一個科學問題 那麼疫苗也沒有國界 只是說它打了有效沒效 你竟然要去找越來越有效 可是我以前聽一個朋友就說 他也是搞公衛 他說防疫最怕兩件事情 第一個把政治搞進來 第二個有私利有私心 那現在看起來 民進黨蔡英文這個政府 從一開始防疫 就把政治意識形態 帶到這個防疫工作 第二個呢 它又有私利私心 所以才會搞得到今天 台灣在全世界 各方面表現指標都非常好 可是這是防疫 防得一塌糊塗 然後呢 不但我們的死亡率偏高 對不對 然後呢 我們拿到的疫苗 死亡率也高 然後呢 打不到疫苗 現在你看新加坡 第二劑都打了 日本 韓國 甚至菲律賓 越南 都跑在台灣的前面 就是一個政治 就是一個私利跟私心 我們光講這個 光講這個 BNT這支疫苗 林全去年10月就已經談妥了 那到今天 我們到今天 今天為止 沒有進來一劑 BNT的 零 那更把民進黨的政治考量 跟私心曝露於全天下之下的 就是國台銘跟台積電 開始出於這個撤影之心 自掏腰包 替台灣人民買BNT疫苗 那更把民進黨這個政治計算 跟私心私利 曝露於全天之下 這個 這個 郭台銘出來 從出來講說 他要來買疫苗 到 最後簽約 這裡面大概有60天 有60天 其中有大概35天 是民進黨在阻擋 行政程序阻擋 然後他提出來的時候 沒人理他 後來他怎麼樣 將軍要攤牌 蔡英文突然六月四 他直接跳過陳時中 去找蔡英文嘛 事前才有了轉機 因為說實在的 蔡英文身為台灣的領導人 他沒有辦法不回應 面子下不來 那麼另外我們看到 蘇貞昌事實上在之前 他在立法院接受 國民黨立委質詢的時候 他當時就講啊 這都有影像有記錄的 他說郭台銘手上 根本沒有BNT疫苗 對 他也買不到 然後他說佛光山也沒有 就現在人家都買到了 而且人家花的時間 介老師說是60天 台灣政府六個月都買不到 而且60天當中 還被卡了這麼久 被卡掉三分之二的時間 對 要不然的話 他可能二三十天 他就買到了 應該是兩個禮拜 因為最後為了這個標籤 真的好 復必泰這三個字 又拖了一個禮拜 但是可笑的就是說 你仔細看一下 不管是郭台銘也好 不管是台積電的劉德英也好 他們現在買的方式 跟當初臨存的方式 一模一樣啊 還是繞不過上海復興啊 所謂的陳時中之前口口聲聲說 我們必須要跟原廠買 現在有嗎 我們這一千萬劑的BNT 當然能夠來 我們非常非常的感謝 有跟德國的原廠買嗎 當然這點他現在不敢講 所以他提出了一些條件 也很有意思 叫做原廠製造 原廠包裝 直送台灣 這是蔡英文講的三個條件 他現在已經不敢講 原廠洽購了 之前陳時中 念資在資 之前打了多少次回票 都說一定要原廠洽購 現在他不敢這樣講 原廠製造 原廠包裝 直送台灣 但是我們看到 蔡英文在跟郭台銘 他們見完面以後 原廠製造 直送台灣不變 原廠包裝就換了兩個字 叫做原廠標籤 從這個時候開始 這個標籤崩了一下 這個冒了出來 這個標籤讓我們台灣 多等五個禮拜 也就是說他前面 已經給你拖了四個禮拜 就是說這些行政程序 刁難 為了這個標籤 我算了一下五個禮拜 因為他這個談判過程 最後接受 傳出個模式 就花了一個禮拜 所以這是一個禮拜 那因為要換標籤 要重新換標籤四個禮拜 所以我認為 應該台灣目前因為缺少疫苗 或者因為打不對的疫苗 死傷到一千多人 這一千多人 喪失親人這一千多個家庭 應該都有權利 去跟民進黨政府追究法律責任 追究賠償責任 另外一方面 現在又多了五個禮拜 這個延誤 照樣應該民進黨負責 因為這個郭台銘簽約以後 跟復興簽約後 BNT的德國原廠的CEO執行長 發了一個新聞稿 它裡面一個最重要的 我具體叫它用英文 它說這個Vacin are manufactured in Europe 這個如果說是沒有現貨的話 它一定說這個Vacin will be manufactured 它說這個Vacin are 也就是反映說它現在有現貨 對 有現貨嘛 那為什麼不能拿現貨呢 因為現貨上面有 復必泰三個字 但新加坡就拿了現貨 所以很快就到了 對啊 同樣裡面裝的 都是歐洲製造的就是說疫苗 那民進黨就要 雕難那復必泰三個字 就因為雕難讓我們要 多等五個禮拜 對 標籤大於人民 標籤重於人民 這個是台灣民眾所無法接受的 那我再進一步一下 那追問一下介老師 請問一下 復必泰三個字 到底哪裡敏感 如果說這個疫苗 當初起的叫做什麼 一中疫苗好了 或是叫做什麼 統一疫苗好了 我們可能會覺得 什麼貝海花等等之類的 復必泰說實在的 你說跟這個保健食品 相關的不是用中文嗎 我們不是用安 就是用泰用康這些字眼嗎 復必泰 這三個字一點一點點 都沒有任何的 連個中都沒有 陳時中還有個中字嘛 對不對 這三個字哪裡敏感呢 所以我看到一個網友的留言 我就笑了起來 網友說呢 他那天在我直播的時候 他說應該改名反過來 叫做蔡必富 蔡英文必定富有 蔡必富 叫蔡必富就沒有問題了 不能叫富必泰 所以當然這是搞笑了 那還有網友說 看好了全世界 我們台灣原來是標籤治國 既然一個標籤 就能夠把我們台灣矮化 我們台灣到底有多脆弱 這個標籤力量到底有多大 如果中國大陸 如果發現標籤力量這麼大 那算了 他們也不需要任何的 我們看到什麼國台辦 什麼台辦工作都不需要 就一直印標籤就好了 不是嗎 這種就是說捕風捉影 這種英文有個叫 Bunkers mentality 他就是在那個壕溝裡面 他的想法 所有全世界都是敵人 那民進黨這一次 這個標籤也好 整個阻礙民間採購疫苗 現在出來罵人 出來這個大聲聲討 很多是綠營 對 很多是綠營 非常多綠營 實在是看不下去 他們的電話幾乎被打爆了 台灣民眾對這個事情 是非常非常的憤怒 那當然這個 講到標籤 怎麼繞 不管你標籤怎麼換 你要換成英文 換成德文 隨便你換成什麼文 還是繞不過上海復興 因為它就是一個 商業上的一個談判 不同的市場規範 有不同的標籤 這新加坡衛生部部長 當初出來說明的時候 他也是這樣講 新加坡就非常的務實 他能夠理解 在國際上的 這個商業上的合約 所以在簽訂之後 大家就必須要遵守這個規定 那麼當然現在防疫如同救活 但是糾結這個標籤 讓我們現在呢 目前判斷大概10月 恐怕來不來得了都不知道 但是我們台灣的孩子 在9月就已經開學了 然後呢 這個BNT是目前我們台灣 唯一它能夠打18歲以下 12歲到18歲能夠打的 台灣的大人 這個學校的老師 大概都已經打了 其他廠牌的疫苗 但是老師打了沒有用 老師的人數少 那麼學生的人數多 而且現在台灣的統計 現在雖然是放暑假 之前呢在家裡面 遠距上課好一陣子 但是學生的確診數字 還在不斷地增加 所以學生這個青少年族群 打疫苗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 最好的時間點呢 就是在差不多 七八月的時候 讓他們先打 等到9月回學校的時候呢 它的count已經出來了 但是現在因為糾結這個標籤 導致恐怕我們剛剛講的 這些時辰都沒有辦法如願 那也就是說如果開學 就是個大群聚了 一個大群聚 那如果說大人都打了 現在怎麼樣 我們都覺得說 再怎麼樣 要第一個先保護孩子 但是民進黨的思考 剛好相反 到那個節骨眼 到那個時間點變成 大人都打了 只剩下這群青少年 是完全不設防的 是 所以它就是政治儀 我們講的都是科學 講的都是邏輯 講的是一個正辦 這件事情該怎麼辦 這裡面就牽涉到民進黨 這個僵化荒謬的政治邏輯 政治意識性 再加上它中間有私心 這個整個購疫苗政策 從頭到尾就看出來私心 高端的股票炒了那麼多倍 到底背後是什麼原因 誰在炒這些 而且三期都還沒做完 審查都還沒審完 就可以先簽約 這也是史上罕見 沒有看過的 但是我覺得這個標籤 對於民進黨來講 可能就是一個下台階 就是一個台階 因為它知道 繞不過上海復興 但這個疫苗 我們又真的很想要 這個疫苗對台灣很重要 所以怎麼辦呢 就想了一個 只要換了個標籤 我們就贏了 所以你知道網友說 這個智商也是有一點 這個就是說 這也顯示出它這種 用這種極端的反中這種做法 那個是荒謬到會覺得 簡直就是說 這個腦袋有問題 比如說 我覺得這已經搞笑了 你復必泰 你反對 我們走到台灣街上 我們過的是端午節 我們過的是中秋節 我們拜的神是關公 我們拜的是媽祖 之前有一位 跟中國都有關係 明代軍醫院 GDP防疫物資 結果也是Made in China Made in China 它如果要防的話 要反對的話 那真的就會造成 我們今天台灣老百姓 這個實際用生命 來配合它這個荒謬的 這個政策 政治意識形態 現在已經死了 就是說直接死起來了 這些人 我們不是我們這個 邱署長說 這是亡死的 可以不會發生這些悲劇的 就是因為你的防疫的政策 防疫的漏洞百出 不能專業防疫所造成的 另外我們台灣還出現了 現在我們還要繼續附帶家 我們還出現了 兩個BNT大苦主 一個就是林權 我相信林權 當然我知道 以她的身份 還有她跟蔡英文的交情 她是不會出來講什麼 但她真的是最有資格 出來講內幕的人 當初怎麼樣擋她 但現在呢 走的方式 走的路徑跟她一模一樣 沒有任何的差別 所以我覺得林權第一個 她應該是台灣最憂鬱 最鬱族的人 苦在心裡 有苦難言 另外一個呢 是大老闆叫徐旭東 徐旭東眼看著台積電 還有永齡的BNT買到之後 她跳出來講話 她說什麼 全台灣是我最早說要買 然後我就是問政府 政府說不要 這政府的事叫她不要買 她說我聽到政府不要買 我就是當乖寶寶啊 結果你知道徐旭東 講完這個話之後呢 當然啦 徐旭東當乖寶寶 民進黨應該感謝他 但是對於此刻的民進黨來講 徐旭東應該也是個豬隊友嘛 因為他這番談話 證實了兩件事情 第一個證實 果然是台灣政府 自己在擋疫苗 全世界的政府幫人民去 找疫苗都來不及 只有台灣的政府是擋疫苗 徐旭東說他是台灣 最早跟政府說 他要用民間的力量去買疫苗 但政府跟他說不用 所以這就是徐旭東證明啊 我們的政府是在擋疫苗 第二個呢 他告訴大家 當乖寶寶的下場是什麼 你看像有名基金會 不願意當乖寶寶 對不對 陳時中不同意 沒問題 我去找你上面的談 這就是商場談判 非常非常犀利 非常精準 對不對 你不同意 我是不會放棄的 我不達目的 我覺得不甘休 我去找上面的談 同時多少錢呢 我買的一定是 各方打聽過的 我不會去當盤子嘛 所以事後證明呢 他買到的不但是很快 而且他買到了 另外呢 他買到也是最便宜的 但是反觀徐旭東這個大老闆 當乖寶寶 當民進黨的乖寶寶的下場是什麼 我想這個就是一個很重要 給我們台灣社會的一個禁止 也是一個思考 越讓這些暴政 越讓倒行逆施的政府 越聽他的 我們真的要付出更大的代價 我們要靠自己的力量 追求我們自己的福利跟幸福 是 所以民主進步黨 真的 台灣要民主要進步 恐怕真的是不能當乖寶寶 嗯